工地坍塌的位置 今天已經不在滲水 而今天所要的工作 就是讓道路可以同行 還好23號凌晨 一連串的地震 沒有造成坍塌的工地擴大 前一晚除了堵住地下室 鋼板砖的接合處破洞 不在滲水後 一找怪手就急著開挖路面施工 不過住在當地的居民 就沒那麼樂觀 景林工地的住戶不願離開家園 一整晚提心吊膽 另外對面店家 前一天意外發生時 還曾開門營業 但由於道路封閉 胡等不到客人 正對面的早餐店 乾脆關門休息 而有人不願休息 則是地下室人在滲水 得定時清除 我們都要處理很麻煩 每天都要跑五六趟 還好有社區的志工出動 幫忙行人通過 但這場工地施工造成的路面塌陷 除了人為舒適釀貨 還被發現 禁案的設計人 居然是市府公務局長楊清富 也遭外界質疑 求援兼裁判 楊局長上任前 就已經辭掉相關的工作 而且昨天第一時間 我們公務局就對責任追究 除以九萬元的一個罰款 我還是要再三強調 對於公共安全 尤其是公安 我們絕對是用最嚴格的標準 雖然最快23號晚上 就能開放一半的道路通行 但就怕這幾天 仍有餘症出現 市府除了救舍外 附近居民更希望 盡早將塌陷復原 防止意外持續擴大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